那作为牧师 其实这一段的故事 对我应该是熟悉在不过了 可是每一次的戏剧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不晓得当你看到比拉多 在神问耶稣的那一段 他学会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 这个人做了什么错事 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要这样的对他呢 耶稣来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却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呢 可是那一场 这么大的声音喊着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那十字架 每一次都是我得到医治 得到力量最大地方 我们人生难免会感受到 受伤害 被遗弃 被背叛等等这些 都会有 可是我们的主 在那一幕里 你要感受他 他遭到最大的遗弃和背叛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你有没有去过一个环境 所有的人都 敌视你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要伤害你 你那个心有多痛 那个有多伤 耶稣他来到地上 就面对一群 这样伤害他的人 可是耶稣却站在那边 说父啊 赦免他们 所以我想每一次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 我们在看十字架 我们就会说 主啊 我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被遗弃 很痛 但是主啊 你曾经也是这样被遗弃 我们这一点又算什么呢 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感谢主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但是不但为我们而死 更重要的第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他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没有复活 那么耶稣的故事 只能说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但是对我们 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所有的人 每一个都会死啊 当然有人死的比较异异 有人甚至为了牺牲而死 有些母亲父母 愿意为儿女而死 但是死了以后 死就结束了 可是耶稣不但为我们而死 向他三天后死里复活 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 我们的上帝要打败 耶稣来为我们打败 人所不能打败的死亡 如果死亡都能够胜过 耶稣在你身上 就没有什么他不能胜过的 你就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上帝那里不能够解决的 感谢我们的主 耶稣来显明复活 不但是一个信仰 更是一种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两节圣经一起来读 请 你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那么这段圣经 至少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讲到能力 我再次再讲一讲 弟兄姊妹 基督信仰 不只是讲到一个信仰 一些信念 一些哲理 基督的信仰 更是讲到一种能力 这里讲到 从照着基督身上 运行的什么能力 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 讲的第一个就是 从死里复活的 大能大力 而这个大能大力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上帝大能大力 很重要 很宝贵 很好 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节圣经里面 这段里面讲到 这复活的能力 要显给 要提供给 英文圣经说 Available 上帝说我这里有一个供应 有一个大能大力 是Available 是提供给 所有相信他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 所成就的救恩 他复活的能力 他会流向 会提供 会所有相信的人 因为怎么样 我们人生的旅途 充满的挑战 充满的打击 可是主应许我们 那些相信的人 有一个复活的能力 可以让你 反败为胜 十字架 向我们最大的证明 耶稣的复活 向我们最大的证明 就是 即使你像在十字架上 那样的挫败 那样的失败 那样的绝望 但是复活 告诉我们 上帝 即使你最大的失败 上帝都可以让你 反败为圣 所以在你生命里面 没有太大的遭遇 没有太大的失败 不能够改变的 在复活的里面 有一种能力 可以让你拨云见雾 因为在他的复活里 有一种能力 能叫人在夜间隔场 不管你今天是在白天 或夜间 但是诸一曲 神也有一个复活能力 即使你在夜间 也可以隔场 在他的复活里 有一种能力 诗篇说 他这个能力 可以叫我们 把哀哭 变为跳舞 把麻衣脱去 给我们披上洗了 所以十字架的救恩 不只是使我们的 罪得赦免 死后上天堂 更是今天 更是你每一天的日子 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大能大力 帮助我们成就 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 帮助我们去克服 我们胜不过的困难 自己抹不到的咒诅 也许我们当中有人 你正在某种困境 和难处的里面 也许你的健康出了问题 医生说情况不乐观 但是如果你相信 神说的才算 相信上帝可以医治 可以恢复你的健康 你就可以支取 那复活的能力 我们当中也许 有人面对婚姻的失败 你想你再没有机会了 可是只要你相信 支取耶稣复活的能力 这个复活的能力 会让你的婚姻 再度死里复活 也许也有人 你努力了一段的时间 可是你的经济 你的事业 仍然没有起色 你灰心上至想 你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翻身的机会 可是只要你相信 支取耶稣复活的能力 上帝会让你再一次的机会 恢复你所失去的 也有人可能你觉得 我不配得神的爱 我不配得神的祝福 我做了那么大多的措施 有一个声音一直对你说 你搞砸了 你做错了 你永远不能再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相信 即使你犯了错 是你做的错误的决定 但是神难爱你 神必定饶恕你 虽然我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 只要我继续相信神 上帝会给我再一次的机会 这样你就能够支取 从神来的能力 我们当中也许有人 你的出身 你的背景 你有从家族来的某种咒诅恶习 甚至遗传的疾病 你想我爸爸一辈子酗酒 我的亲人也都有烟瘾 我想我大概也戒不了这个瘾 但是如果你坚定的相信 上帝我们的神 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打败了所有的敌人 弟兄姊妹 你所有的捆绑都要离开你 你可以得到释放 你可以得到自由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父亲的上一代 男人都超过四十岁就过世 他父亲的上一代 没有一个男人超过四十岁的 活过四十岁 他自己的爸爸就是 不过四十岁就死亡 所以在他的家族的里面 有一个死亡的咒诅 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 你面对某一种 这样从祖先好像遗传下来 在你们家族里面的一种咒诅 一种捆绑 所以对于这个弟兄 当他越来越靠近四十岁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恐惧 因为他看着他的长辈 看着他的父亲 不到四十岁都一个一个过世 而他是他们家中唯一的基督徒 他来到教会跟我们讲这样的事 我们就一起跟他陪伴他 帮助他 为他祷告 让他兼顾他的信心 靠着十字架 破除这个家族死亡的咒诅 感谢主 三十九岁的时候他没有死 四十岁也没有死 四十五岁没有死 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还活得很健康 阿们 弟兄姊妹 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复活的大能 要打破你生命中 一切的捆绑挟制跟咒诅 而更重要的 透过他的改变 从他 他是他家族第一个 活过超过四十岁的男人 感谢主 不但他自己改变 从他这一代 他的家族里面 这个咒诅得到破败 弟兄姊妹 不但你自己接受了 这个复活生命的大人 你也要把这个恩典 带回到你的家族的里面 改变你家族的命运 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男士 分享了他的见证 这个男士当时分享这见证 已经四十岁了 而从他九十岁开始 他就经常的 关节性的关节疼痛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 更恶化到肩膀 关节炎 膝关节 宽关节 都在痛 几乎已经很难走路 每天早上 他需要花两个小时 按摩 关节 活动筋骨 才能够出门 他经常从下车 走到房子 短短一段路 人家走两分钟 他要走一个钟头 他到教会聚会 聚会结束的时候 他总是留到最后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 他才慢慢走出去 因为他的行动困难 他不想让人看到 他走路的样子 他越来越灰心 越来越沮丧 而他的祖父 就是有这样的疾病 而他的爸爸 就是四十几岁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病而过世 他想他这一辈子 大概也得这样活在痛苦中 虽然他是基督徒 每一天每一拜来聚会 可是他一直活在 这个痛苦局上 直到有一天 他在一个信息里面 突然明白 耶稣有一个复活的能力 突然明白 有一个复活的能力 我们当中今天 有没有人 亲爱的朋友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今天你要接受耶稣 让耶稣复活能力 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耶稣要改变 破除你生命里面 那个不能做的 但是我仍然要对我们当中 大部分的基督徒 或许你就像这位弟兄一样 进进出出在教会里面 可是你仍然活在 那个捆绑痛苦失败的里面 弟兄姊妹 这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生命 这不是复活 耶稣要带给你的信仰 那一天 他突然认识到复活的能力 今天我们当中 你要求主打开着心 认识 接受 看见这复活的能力 你要领受这复活的能力 那一天他突然明白了 这个复活的能力 他就里面有了一个信心 他相信要接受 耶稣复活能力要领导他 因此从那一天开始 他每一天早上 起来就宣告 他说我相信神 我信靠神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健康 我相信神医治的能力 正流向我的身体 我可以活得长久 我可以如同圣经的应许 主想长守 我把这个人的祷告打出来 我觉得意思是 弟兄姊妹你要学习 借着祷告 支取复活的能力 或许你的问题跟他不一样 但是那个祷告的原则 是一样的 他说我相信神 每天早上起来 你要宣告你的信仰 信仰是用任性 你知道吗 口里承认 圣经说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这样的话 所以每一天早上 你要起来 任性你的信仰 口里要承认 心里要相信 你就必得救 这位弟兄 他就开始做这个事 口里承认 他每一天说 我相信神 我信靠神 我相信神 医治的能力 正流向我的身体 我相信上帝 丰盛的能力 正流向我的事业 我的婚姻 我的身体 会越来越健康 我的婚姻 会越来越健康 我的财务 会越来越健康 我相信 耶稣 医治的能力 我可以活得长久 我可以如同圣经的 运许 主想长寿 我可以如同圣经的 运许 叫我居上不居下 居首不居尾 这位弟兄 他就每一天宣告 每一天宣告 这样祷告了一年 祷告了两年 这样宣告了三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连这样的祷告到 他自己也觉得 快要祷告不下去 我想今天我特别把这个故事告诉 的确 有时候我们会走到尽头 好像神的话 还是越祷告 好像快要倒不下去 那个信念好像快要失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鼓励自己 勉励自己 他说我要继续更加有信心 每天不断的宣告 正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 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什么 义死 是的 上帝应许他会生孩子 可是一年过去没有 两年没有 三年没有 五年没有 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天一天的衰老衰老 到一个地步 到百岁 看自己身体如同什么 义死 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你也觉得你如同义死 你的身体如同义死 你的健康如同义死 你的经济 你的财务 你的事业如同义死 甚至有人 你的婚姻如同义死 亚伯拉罕看自己的环境 看这个现实 看这个环境 就是如同一世 可是虽然如此 圣经说什么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今天勉励自己 我们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所以你必须继续的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当你继续这样坚持上帝的话 你做了一件最伟大事 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 荣耀归给上帝 你像魔鬼 像世界 像宇宙宣告一件事情 我相信上帝的话 即使所有的都是相反的 我还是相信神的话 就算我死了 我还是相信神的话 这就是但一里朋友 他们所宣告的信心 他说王上帝必救我 不是王要把他丢在火炉里面 他说王上帝一定会救我 但是什么 急过不然 我仍然依靠上帝 我仍然不会敬拜偶像 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你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 你对神就是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荣耀 这位弟兄继续的祷告 坚定上帝宣告 弟兄姊妹 我再次跟你讲 你如果尊荣神 上帝就会尊荣你 你如果这样愿意 在一切相反当中 你仍然还紧紧抓住 你真是荣耀祂 你尊荣上帝 上帝在你身上 得到了最大的荣耀 上帝也必然荣耀你 尊荣你 这个弟兄就这样去祷告 有一天早上 他起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的关节 好像不像从前这么痛痛 可以活动 逼前自如 那个医治 开始领导他 开始领导他 他学到一个功课 他说要比仇敌 有更坚定的信心 要向仇敌宣示 即使我祷告了三年 还没有看到病情好转 可是我知道 在我里面的 比世界还要大 我知道只要我不断地 知取耶稣复活能力 我必经历一致 终于一年之后 他完全得到医治 他的行动 一点困难都没有 这个从家族来的 咒诅疾病被破除了 弟兄姊妹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已经击败了我们所有的仇敌 他已经破除了一切的咒诅 祝福释放 一直要临到所有相信的人 不管你的过去如何 你的家庭 你现在如何 你的祖先几代如何 上帝都可以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今天奉耶稣对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说 上帝耶稣对你说 祂要砍断你的铜门 砍断 打破你的铜门 砍断你的铁栓 无论你生命里面有多大的捆绑 无论你的家族有多么大的势力的压制 耶稣要为你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也许有人说是他 那是他不是我 这就是关键的所在 复活的能力是给哪一种人 是给相信的人 是给知取的人 如果你不相信不接受 耶稣复活那你就不会流尽 我相信今天在这复活节 耶稣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能力 等候着我们去知取 弟兄姊妹 你如果要知取领受 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态度 你要先在心里面有所改变 你才会看到外面环境有所改变 你要上帝的祝福临到你 首先你的思想要改变 你的信心要改变 与其在那里消极沮丧 骂抱怨苦毒 不如坚定你的脚步 相信不管情况如何 不管环境如何 上帝都有能力 让你的梦想成真 恢复你所失去的 我们的神专精于 反败为圣 弟兄姊妹听好了 我们的神专精于 专门做什么事 就是反败为圣 耶稣的复活不就是向我们证明吧 在最大的死亡里面 所有的人都认为耶稣失败了 可是三天后 上帝翻转的这个最大的 看起来的失败 而带进我们永恒的得胜的里面 弟兄姊妹死亡十字架都可以翻转 在你生命里面没有太大的难处 上帝不能翻转的 没有太大的失败 上帝不能让你反败为圣 我们的神专精于那些人们认为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今天让我们坚定的跟神说 上帝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相信耶稣的复活能力 我相信你可以让我的婚姻翻转过来 我相信你可以让我的经济翻转恢复过来 我相信你的能力可以释放我所有的捆绑 我相信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我将蒙受丰富的祝福 我必承受上帝的产业 我为天国的梦想渴望都将避会成城 愿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最后结束之前 我能来问给我们当中一些朋友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今天耶稣复活能力在这里 或许我们当中有人 你正面对你的经济的困难 面对你的身体的健康 这是你不能够胜活 像那位弟兄一样 他的家族有四十岁的咒诅 没有人能够突破 耶稣能够改变你家族的命运 改变你的命运 你今天所需要做的 就是领受耶稣这复活的生命的大能 你只要需要做的 打开的心 接受耶稣 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 翻转你的婚姻 翻转你的事业 翻转你的人生 耶稣已经为你复活 死而复活 今天愿意让耶稣能力 复活能力进入你生命当中吗 我们当中 我会邀请你举手 举手的意思 就代表着你愿意相信接受 我们当中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接受耶稣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 到你生命里 如果这样的朋友 我现在邀请你举起手 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手 我们看到几位请你举手 高高的举起手来 让耶稣看到 这是跟别人没有关系 就是你 让耶稣的复活的能力 现在进入你生命里面 让耶稣复活能力 现在进入你的里面 上帝祝福你 举起你的手来 让耶稣看见 让耶稣看见 今天复活能力就要进入你生命里 祝福你 我奉耶稣祝福你 破除你生命的咒诅 破除你身体的一切的拦住和医治 耶稣的医治的能力要领导你 耶稣要进入你的婚姻里面 耶稣要祝福你的家庭 耶稣要改变你家族的命运 谢谢我们的主 我最后再问这 还有没有 你没有举手的现在 最后一个机会 你举起手来 让耶稣复活的生命 今天来临到在你生命的里面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好 请放下 请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向你承认一切的罪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 求你除去我生命过去一切的错处 翻转我的人生命运 用你复活生命的大能 吞灭我里面一切的黑暗 带我进入你的光明 这是我真诚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爱荣耀归给神 派手归给他上天祝福 我们一起最后站起来 好不好 每一个人的三十秒钟祷告 离开之前奉耶稣的名 打破同门砍断铁栓 同神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不管你生命有什么困难 耶稣今天要为你打破同门砍断铁栓 复活生命的大能要在你的里面 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婚姻 接受耶稣领受耶稣复活的能力 领受耶稣复活的能力 领受耶稣复活的能力 打破同门砍断铁栓 谢谢我们的主宣告你的复活的能力 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祢的复活 祢不仅是一个宗教 乃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力量 帮助你的儿女经历你 今天我们就要经历 主啊 祢必使我们反败为胜 主啊 祢必让我们承受祢的产业 我们宣告我天国的梦想渴望 都会成真 我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 谢谢主 但愿我绝出其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爱手荣耀归给主 上帝赐福祢